字幕提供 所以各位 你的存在来自于宇宙内在基本的活力 而所有万事万物的存在也就是 而这个活力也就是灵魂的活力 举例来讲 我刚讲到举世是一个活力很强的人 有没有发现 那就是什么 Odi 有没有 Odi 热情 所以你如果你对生命任何东西产生热情 你做什么几乎都会成功 所以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我不管你是一个怎么样的成年人 我希望你们去找出你有最原始的自己 你记得赛斯讲过 后来生病导致重大器官的疾病 这是导致医学上重大器官的切除 比如说切除卵巢 切除子宫 切除乳房 或切除胃 这个胃 各位 凡是器官重大疾病 做器官的切除手术的人 都是后天的个性跟先天的特质怎么样 一样 一样就切卵巢 一样就切子宫 一样就切乳房 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因为生命本来是代表他的最原始的什么 生命力 各位 可是如果你后来后天的个性 跟你先天的个性怎么样 逆充有没有 各位你就出问题了 你就出问题了 各位 比如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很直来直往的人 突然把自己变成这个 我说是硬转 不是慢慢转变的 硬把自己变成什么 生吃烧鱼 你本来是一个很热情的人 突然表达自己变成怎么样 很冷 有没有 你本来是一个很直接的人 突然把自己变成什么 很封闭 对 或是你本来是一个情绪很自然表达的 突然你统统不表达的 或是你本来是一个很 一秒钟都忍不住 哇哇哇哇急性子的 突然把自己变得很 没有 个性不及 或是你明明就是在球场上 把阳光打球的女生 突然要把自己变成 弹骨针衣 放在头上 披在这边 然后很有气质 真的 各位 你懂我在地试 所以我要求在座的每一个人 就回想起小时候的 然后青少年的人 到底那个自己是什么样子 你慢慢把他怎么样 找回来 找回来 那个才是你真正的生命力 你才会真正的快乐 因为当后来我们变得越来越不像我们自己 你觉得自己会快乐吗 我们现在再讲那个生命的热情 生命的热情 好 同样的 我也希望你们每个人找回你的热情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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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